真的会有印度小叶子坛秦廖佛珠吗? 这两天看到很多直播间都在疯狂地宣传印度小叶子坛秦廖佛珠 其实之前的视频我也跟大家反复强调过这个问题 千万别上这种档 今天咱们来完整地分析一下这个事 首先,秦廖佛珠一定是存在的 但它不可能是商家成批制作出来 只能说是文文爱好者的个人行为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印度小叶子坛的秦廖佛珠 就想搞一条 那可以去市场上收一根子坛的三位献秦 然后随便找个师傅上机器 车出一条佛珠来玩一玩感受感受 这个是很正常也是很合理的 但是你说一个商家 一下子车了几十条上百条的秦廖佛珠 这个就不太可能了 咱们先分析一下秦廖这个原料的品质 这个秦廖现在稍微有点过于神话了 这日本啊有一种乐器叫做三位献秦 六十到九十年代 日本生产了大量的高端的三位献秦 这些三位献秦会用印度小叶子坛做秦井 草花梨做秦香 这些高档的三位献秦啊 现在就大量的流入到了中国市场 这种秦廖的优势啊 就是它经过了几十年的使用 性已经很稳定了 不容易开裂也不容易变形 但是它也有缺陷 就是水分太干了 很难说后期再盘完出均匀的包姜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秦料 都是咱们说的高油高密的老料 当时制作乐器时选择的料子 其实更看重的是颜色的均匀 和料子的完整性 所以说并不是秦料 就一定是品质很高的料子 而且本身秦料其实是不适合做佛珠的 因为佛珠这个气形 本身就不容易开裂 不容易变形 很少说听到有人买一条紫檀的佛珠 盘了段时间盘裂了 或者这圆形不圆了变椭圆了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说原料的放性 对紫檀佛珠来说意义不太大 如果说你买个家具的话 原料一定要放性 怕它这开裂走行 而且如果你身边真的有 自己车过秦料佛珠的这朋友 你可以问一下 秦料佛珠到底好不好 他一定会说不好 秦料佛珠的颜色氧化是非常慢的 而且很容易出现色差 所以说秦料本身 真的就不太适合做佛珠 咱们再算一下这个成本的问题 现在市面上 子檀的这个三位线秦颈 一根整料 品相普通的话 一般在1000元左右 品相好的话在2000元左右 一根秦颈 一般是这三段损毛的结构 最理想的状态 也就是能撤出两条 1.8到2.0的佛珠 所以说成本还是要稍微高一点的 而且它最重要的一点 这秦料的佛珠和普通老料的佛珠 真的是没有任何区别 真的区分不出来 如果说你一样说区别 我个人的经验 这秦料的佛珠 相对来说 踪眼会稍微粗一些 因为它经过了几十年 而且本身做乐器的时候 它烘干的会比较彻底 它的水分都干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相信 商家口中那些高品质的秦料佛珠了 OK 今儿跟大家聊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文化收藏知识 沐浴沈香 拜拜